今年赤柯山金针花季从8月12号开始到9月30号 月星农会举办了金针花季媒体彩线团 网邀部落客记者还有平面媒体大约15个人 前往赤柯山金针花展开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今年赤柯山金针花季从8月12号开始到9月30号 月星农会办理金针花季媒体彩线团 广邀部落客记者平面媒体大约有15人 前往赤柯山金针花展开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总共有邀请了像中国时报、联合报这些媒体 大概有15家的媒体盟友 那请他们到山上做彩线团的这些部分 山上除了赤柯也有安排他们做手作 还有做一些DIY的部分 然后让他们品尝山上的食物 那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彩线团以后 回来以后能够拜托他们用他们的文笔 然后把山上好玩的地方 比较专业性的跟大众来做一个说明跟讲解 然后来刺激山上的参观游览的人序 蔡宗翰表示 今年水量丰沛 花矿已经开出六成左右 来到金针山的民众看到都紧乎连连 非常壮观又美丽 总干事也提醒路况方面 因为都还在施工 要请游客请放慢车速 花季期间除了会有 蒙翻天的粉红兔兔大气球 现身赤柯山金针花海 还有乐游券前来赏花可享游会 在天心茶园、大石茶园、民俗之家 赤柯一站、赤柯农场以及宣源区附近 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金针花海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